立法案需小心 黄建豪及葛儒君 联手揭露的这一间魔方移动公司 在2021年已经被NCC废造 但是仍持续与中华电信合作 贩售电信业务 让中华电信变相的成为诈骗集团的帮手 NCC2021年就既然已经撤照 那为什么中华电信到了今天 都还在跟这个魔方移动来合作 我们台湾谈的打击诈骗谈了这么多年 但是所有的主管机关 似乎彼此之间并没有互相联系的管道一样 已经知道已经无照了 它已经被撤照了 但是我们国营的公务营的中华电信 它一样继续跟这样诈骗集团来合作 继续提供给诈骗集团这么方便的工具 这个是我们要来要求 交通部应该提出相关的说明 许晓鑫指出 魔方移动将从中华电信买来的 这些企业门号软号 卖给一间中资公司 这间公司的后台完全由上海方主导 就可能发生各自外泄问题 这个卓一公司呢 它有台湾的公司 也有上海的公司 但是经查呢 在台湾的公司仍然 在中国大陆这边的股权 超过51% 所以是中资 所以等于是说呢 透过魔方移动作为中间人 把我们跟中华电信 所买的企业门号软号 跟这个漫游门号 卖给了一家中资的公司 而这个卓一公司的后台 完全由上海卓一来主导 那就会发生各自外泄的问题 徐晓鑫进一步说明 这间中资企业将随选软号 制作成黑莓卡 再卖给一些从事布法行业的人 今年初云林地检署就查扣 两万七千多张布法网卡 他们之所以会被制作出来 竟然是一手接着一手 先由魔方移动 也就是我们今天踢爆的这家 无罩厂商 像中华电信购买软号 跟卖油门号 卖给中资 卓一之后 从他的后台系统 把这个软号呢 放在空卡上面 做成黑莓卡或是比特卡 那给需要逃逸啊 或者是说需要他 不希望留下资料的 相关的犯罪集团来购买使用 而这些卡呢也全数都是违法的 所以后来他就是卖给诈七嫌疑人 葛如君表示 这起案件是骗中骗中骗 让业者绕过KYC身份认证 将不法的网卡卖给诈骗集团 奇怪的是这家业者执照被废止 为什么还能透过中华电信 API界面软体开通电信门号 而且中华电信还要用户付费 买防诈服务 他认为中华电信应该考虑 给予所有用户两年免费防诈服务 一方面呢没有好好的来进行 这个KYC的验证 竟然还一边跟民众收钱 每个月多少钱 50块给大家看一下 每个月50块的防诈服务 就说他一边没有严防好 一边还要跟民众收50块 说可以什么 帮你阻断钓鱼网站 不要让你收到诈骗简讯 这个这样可以吗 所以我想对阿宅 或者是对全国的民众 我们都觉得说 中华电信是不是应该考虑 防诈服务应该给予所有的客户 两年免费 是不是应该要来作为补偿 徐晓信强调会与黄建豪在交友委员会提出临时提案 针对电信诈骗评传 过瘾事业配合厂商摄入诈骗 导致国人各自外流等情形 要求有关单位进行检讨与改进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帮助文在街上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阳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